本港失业率持续上升,更创近17年新高,拖累私人住宅租金回圆,中原地产根据该行的新签租约个案,追踪全港107个大型私人住宅谷圆的 实用面积平均赤租,今年1月整体赤租报33.6元,较去年12月的33.7元 按月微跌0.1元或约0.3%,年跌2月共约0.6%,十大传统屋远中,有9个1月份6得按月下跌,幅度由0.4%至2.1%,当中沙田第一成跌势最急,按月急挫2.1%,赤租低建37.2元,为十大屋远中最伤,其次为侧如冲康而发生, 最新赤租为35.2元,按月下滑1.9%,十大屋远近柴湾幸花村赤租按月持平,企稳34.9元,表现相对较诡,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黄良星表示, 上月整体私人住宅赤租跌幅轻微,主要是圣诞节及农历新年前值为传统租任淡贵, 属正常现象,并非转世大跌,相信赤租已成功沉底,等待下一轮升浪, 预期农历新年过后租任市场进入往市,加上首批新冠疫苗即将推出接种, 有望利好租金稳步向上,预计今年年中整体赤租可重赏35元。